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又是美麗新香港樓市信箱的时间 因为信箱的问题太多 我想我要再开一段影片 再解答观众的问题 否则问题越继越多 根本是解答不了 今天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观众问我 李根兴过的食物商铺基金 如果我还在香港的时候 我拉人哥会不会投资 第二位观众就是 她两夫妻都是50岁 将于今年4月就会移居英国 现在手头上有400万可以投资 如何分配呢 但是这三位观众 一个英文字 我就不知他说是谁 我用了麦sir 麦sir 说炒家入市 可以有助楼市置跌 他想我评论一下 今天这三位观众的问题 很有趣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 请帮我订阅 请赞同一个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我看完广告 多谢大家帮忙 本来这条楼市商商的视频 只有三位观众 但我突然间 在隔离我的视频的留言 看到一位观众 说我叫人买Bitcoin 这些真是被冤枉了 看看这位观众怎样说我 叫人买Bitcoin 你赚了就好了 怎样叫人投资 这些 你说楼市的走势又有负面 要钱就要买 有钱有需要 要识分析买 中肯说明市场走 走向原因 不要害人 越无越有 我真的这些文法 我真的不明白你 我明白你讲什么 但是 我不再读下去 大家观众自己看 真的一够够 他意思呢 我说 在影片中叫人买Bitcoin 你真是误我了 我知道 我的Bitcoin是很便宜买回来的 一批六千 最贵都是两万多元 美金 那我的影片有没有叫你买Bitcoin 我六万元我都走货 我的影片怎么说 我说再升多一点 我又再走过去 是不是 我不是叫人家冲我自己送 没有 我只是带着一个开场白 无端端在香港的银行经理找我 是不是 没有人找你的 无端端 我又打回银行 问了 有什么消息告诉我 不会的 所以各位观众知道 我没有叫你们买Bitcoin 亦都不要买 因为现在这个位置 我都觉得高 正如我有车位 香港我仍有车位 我是不是叫他们买车位 车位高一点 我也走过去 所以这位观众 就不要扣我母子了 我没有叫过买Bitcoin 我只是说我自己走货 到第二位观众 想知道拉人哥 怎么看利根兴的双普基金 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好友 现在经济这么差 他都说到前景充满希望 拉人哥如果在香港 会不会考虑投资 他的基金 FANS 在香港 我就要看看 是哪段时间 大家都有见过 我做过一条片 你根兴是身不逢事 如果是 他先做这个 双普基金 之后再做香港商机 其实他会发大财 如果他的基金 在零几年一直开 到21年 我相信我会买 因为 大家都知道 马后炮一定发财 哈哈哈 如果你说 这刻 大家都知道 我心态 不要说 楼市 楼市 都看得这么淡 这刻我当然 在香港也不会买 因为我整个楼市 都看淡 不只是楼市 即是 工商铺 这个住宅 我也是看淡 所以这刻你问我 这刻 例如你 24年我还在香港 我一定 不会买 我不买的意思 不只是针对 那个基金 我是针对整个楼市 即是有关楼市的东西 我也是不会买的 拉人哥你好 有问题请教 我和太太50岁 将于今年4月移居英国 手上可投资的 今日是400万 想用这笔钱投资英国的物业 作为被动和日常的生活开支 但我们投资的物业是门外汉 未知投资方式可不可恨 我先回答这里 可恨的 你买一间自住 亦可以买一间收租 400万 你怎样分配 就不要接倫敦 如果你找倫敦 一定买不到两间 你可以找倫敦 你看我的视频 其实我都经常介绍 如果你再便宜点 可以去 礼物浦 不过礼物浦 我个人觉得 治安不是太好 所以我也是介绍你 去倫敦 Wallenton在哪里 就是在礼物浦和曼城中间 当然 它的消费 没有曼城那么贵 但比礼物浦 留价一样 没有曼城那么贵 亦是贵过礼物浦 但Wallenton为何介绍你呢 很多香港人在那边 所以你过去就不受寂寞 你有400万可以投资 换句话说 你不止400万 因为我最怕你买完 就没有生活费 你可以这样做的 有400万可以投资 200万在Wallenton买一间 屋 可能200万就可以买到 一间半特殊的房子 那就是 截住了 解决了这个住的问题 就不用租了 200万亦都买一间 半特殊的房子 就是半特殊的 如果200万 应该可以收到 应该千松一些磅 可以收到万多元 有万多元 基本上你在英国的水电煤 这些洗费已经包好了 如果你是自己煮的 其实连食都可以包 如果你是经常出去吃的 那就不要多说了 譬如我自己这样的 我自己就一个星期 我自己 去喝两次茶 有时候和朋友 有时候就自己去 我自己在这个食用方面 我自己 就两万元左右 一个月 我自己的洗费 如果你是我这个洗费 当然不行 因为我经常出去吃 但如果你不是经常出去吃 你省省的 其实你一间收租万多元 是够了你们 两夫妻的所有洗费 继续坊间有大量 教人开公司 投资英国物业 你觉得可恨吗 如果你是买一间自住 一间是收租的 就不用开公司 一根你老婆的名字 一根你名字就完成了 就不用开公司 开公司 要找梅基斯报税 都比较烦一点 又要多一笔费用 可否详细分析当中的风险和问题 风险 如果你是全费 就没有风险 唯一一个楼价下跌 不过楼价下跌 你也全费 其实你是没有风险 但是坊间的买一笔费用 我都听过他的课 其实他们主要是叫你们开公司 借尽 好像香港的林老师也是 叫他们尽量借 我自己就保守一点 我自己也没有借 所有屋我都没有借 所有都是付费的 因为英国的利率 比香港的贵 现在应该都要 5厘6厘的 其实你的回报应该能够避免 因为在Wallantown 至少有百厘 即是回报 但是你这样就麻烦 你又要按揭 如果你有400万就分两间 一间200万就自己住 一间200万就出租 以为收租 就足够你日常的花费 你说你应该还有钱的 你就差一点 每个月就自己补贴 还有一位观众 他说是否说Anthony 我不知道 所以我还有Musser 在这个经一理论 就说炒价入市 有助楼市止跌 麻烦 拉人哥要评论一下 他说了一半 另一半是什么 炒价入市 亦有助楼市止升 又止跌又止升 其实有没有炒价 只是影响了交易量 会增加 我举个例子 香港人的辣椒 也有十几年 这十几年 尤其是SSD 例如鎖两年 或者鎖三年 其实所有炒价 是绝职 给回投资者 但投资者可能持有长点 炒价 意思是可以持有短点 所以 没有了这批短炒 还有一群长炒 投资者 其实都是炒 没有了短炒 没有了这批人入市 其实交易量 是少了的 但是如果你说 有这批短炒的炒价 出来的这批短炒的炒价 最终都是摸摸 或者是赚了 认为合理的利润 就离开了 所以 只是令到交易量 增加 是否止升 是的 是否止跌 是的 炒价的作用 其实你可以当成一种 润滑剂 例如楼市 准备升 但是很多人都不敢买 炒价就先买 然后可能赚10% 就离开 一般人 买了 你没有20%30% 也不离开 炒价就在20% 然后就放逼你 你本来这个长线的投资者 打算是赚30% 但有炒价出现 因为他已经赚10%离开 所以你只能赚20% 反过来说一样 这班短线插价入了市 但可能他见风吹草动 整条23条 立即沽货 可能这场线投资者 说23条不怕 本来这个楼市应该跌三成 炒价和你成了成 你的投资者终于发觉 真的要沽了 那时候 因为你和炒价买入来 炒价输了成 你终于发觉 要沽的时候 你不是输少了一成 你输两成就算了 所以炒价作用是一个润滑制 升市跌市 他也是优先 就是抢了先机 所以就不能说 Anthony Sir是错了的 他只是 没有把事实的全部 告诉你 炒价的作用 不是指升 指跌 而是 产生会增加 谁最喜欢炒价 一定是地产代理 产生会增加 他们又多了生意 本来是买一转 有炒价入来买两转 但赚两次佣 所以有炒价市场 地产代理是得益的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希望今次的 流氏信箱 可以帮到大家 拜拜 by bwd6 转发指向你 好